好,我们请委员,带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大陆电动车 当然目前是这个,我们看到节节 这个各项数字节节高升是不用讲了 那另一头当然对照组就是以前日本很强的日系车 这四年来慢慢慢慢的拉垮 四月份不得了,最新数字又出来 它在中国大陆市占率又降到只剩下一成五了 2013年以来新低点,十年以来的新低 那相对的,中国品牌快速成长逼近了七成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它是有原因的 比方说,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一个充电联盟 发布了最新的四月份的数据 大陆整体的公共充电桩一口气增加了六点八万台 到此刻为止,全中国大陆将近三百万台 注意,公共充电桩 光是在去年五月到今年的四月 月均值来讲,一个月新增加七点九万台 这个速度稳步的增长 特别是哪里,我们看到沿海的广东 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等 前十大,公共充电桩占比 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点一二 不得了,那另外对照的就是 在新能源车也很拉垮的美国 你就找到了原因 美国充电桩是不是 二零二三年比预估量还低了百分之七十六 今年更是安装的数量落后于大陆 跟整个欧洲,委员 公共充电桩的铺设是电动汽车成长的先决条件 公共充电桩基本上是政府的基础建设 顶多是授权民间在特定场合 但主要的还是政府要处理这件事情 理由很简单 你不能说立个公共充电桩 那你电线怎么拉 那个拉电线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电力要足够 尤其充电桩如果太密集的地方 拉进去的线 那个供应的电比较 数量会非常的大 我来讲台湾一个例子就好 我们台湾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 他很积极说公共巴士都要改成电动巴士 就现在搞到什么情形 台电就直接跟台北市几个公共巴士公司说 对不起啊 我们没有电线可以拉给你用 为什么 那个不是一般的电 不是220伏特的 稍微压力比较高一点的才能充电 所以我只能头痛说 你台电不是告诉我们不缺电吗 民进党不是告诉我们不缺电吗 那为什么要拉的这个线 是公共巴士要用的 你都没有电 那台湾还能够普遍的铺设电动装吗 那你只能借用人家那种家庭的 或者是那种大楼的 但是光照是不够的 未来所有的电动窗是要沿途铺设的 是要知道 大陆上已经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了 那你沿途铺设 你那个电缆线电力供应线什么供应 还有呢 电力供应线 不是只有你拉的用线程的电力 你铺越多的话 你外面送进来的电就要越大 所以你外面的书被电系统 不能老是告诉我们说 小松鼠咬到了 小老鼠咬坏了 你不是在搞笑话吗 那这个电动装的铺设 我觉得大陆现在用这种铺设的方式 已经为了下一代的AI 已经铺好了基础 为什么 AI是一个用电量非常庞大的怪兽 要有很多资料中心做AI计算 那很多比较有在使用AI的一些公司航号 甚至于所谓家里的桌上型电脑 那个都是吃电怪兽 那个都是经常在运转 因为它是一种学习生成式的 所以它的半导体的用电量特别大 每一个人只要增加5%就好了 你对一个都市来讲 看会多吃力 好 你电动装药 但是如果中国大陆这个现在都铺好了以后 下一代的AI就不是问题了 它剩下的是从发电厂入而供应而已 再加上中国大陆有全世界独一无有的技术 叫特高压 大部分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直到什么 直到超高压 但中国大陆比这个更高一点 叫特高压 特高压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送电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电损 就是说从这个发电厂送出来5块钱的电 对不起啊 可能送到那个真正的使用的城市 只剩下3块钱 因为路途很遥远 那如果是特高压的话 对不起 可能只损失5毛钱到1块钱 它就省很多电了 所以这一场是一个电力大作战 所以你别看哦 它不断的 你说我增加了几万个几万个充电桩 就表示它供应增加多少用电 那可是这个对什么有好处 对环境空气污染有好处 对排碳有好处 所以以后大家比赛说碳碎的时候 你这知道谁厉害了 那中国大陆把它当作基础建设来做 它等于在做高铁之外 又在做新的 比较看不见的这种基础建设 而充电桩会坏还要换 还要换带 充电桩你不要以为 去年跟今年一样 今年跟明年一样 它会逐渐有智慧型的充电桩会出现 那请问美国怎么跟啊 我想不想不通美国怎么跟啊 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 很大的内需市场 所以中国大陆随着电动汽车的 数量比重越来越大 它当然就会电动车 公共用电桩就会不断的增加 你不能老是靠家里的用电桩嘛 那不切实际的 日本的车啊 日本的车还不够惨 要不要讲韩国车 韩国车有一段时间 因为它便宜啊 在中国大陆占的市场比重 比日本车还高啊 就到了 对不起啊 到了去年年底 剩下5% 好惨啊 这个所以我就不晓得 韩国啊 我不得不说他两句 2013年还是2012年 中国大陆在发展 因为那个时候 全世界动力电池 平常讲最好的是韩国做的 然后中国有跟他讲说 韩国朋友邻居 我们要不要合伙来做一下 被拒绝 真的被日本拒绝 对那中国之后自己蒙头干了 从电池不从开始摸索电池摸索起 那你说这个时候大陆有没有补助油啊 那就刚好是习近平上台的2013年啊 他就批准了很多这种计划啊 从最少其实什么火星计划 有个叫什么火苗计划 我不太记得那个名字了 就开始在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电池也突破了 而且不是一带突破 是一带接一带的不断的突破 它的正因为电池最重要是什么 正极材料负极材料 还有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的配合的相关的 什么固态材料 意态材料 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刚开始在做这个 正极材料的话 我们台售多调掰 我们做得最好的 你要给我买 结果大陆正极材料一攻破 价格就直接当多少 70% 我们台湾那个工厂一个关掉 这个就现实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